大家好,我是星虹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沿点特色美食米肠汤的做法 米肠解冻后切厚一点的片 锅中倒入清水或者淘米水 倒入切好的米肠 加入一勺酱油 加入少许盐 少许白糖 葱切断 放入葱段 开锅后再煮一秒钟 香菜切断 最后撒上香菜 米肠汤完成 做菜 鲜萝卜 鲜萝卜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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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我们的冬天 苏华骨上一锅热乎乎的米肠汤 暖心又暖胃 你们感觉到了吗 好了不多说了 我先吃了你们看 给我留点 我们的冬天